狗狗用车怎么办? 我们聊聊带狗狗安心出行的小建议 狗狗用车是很正常的事情 特别是那些游船 在他们长大之前 带他们坐车是一个很困难又麻烦的事情 但是你也不用把它留在家里 试试下面的几条做法 让他的胃保持稳定 空腹流星 在出发前六到八个小时 不要给你的狗狗进食 或者吃少量的食物 最好是自制的 他喜欢吃的东西 你可以用一锅子的定制食谱 为他制作食物 经常休息 每个一两个小时 带他下车坐一坐 开慢一点 让狗狗坐在前排的座位 与后排比较 汽车前排活动比较小 过大狗狗的事业 和人一样 当他们能看到路过的风景时 会感觉舒服一点 把车窗打开一点 把车窗打开一点 试试用车药 查本台名是人们为 缓解用车而服用的药物 它也是用鱼狗狗 乘务医生会告诉你 适合的地量 缓解狗狗的交流 使用车窗 需要时间 所以要有耐心 开始的时候 让他坐在车里 不打开引擎 坐下一步之前 等他使用好了 他会给你一个信号 了解更多 关于均衡 阴阳 和照顾个个的信息 请访问 Eglas 点到